Hello,大家好,这里是李令与江 我有一个爸爸给我介绍了四个对象 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收到他们送来的礼物 李泽妍给我送了一套林渊月 周其乐送了一套无影人 许墨送了我一套梦生花 白琪给的是剑锋行 啊,我可爱的四个对象呀 感谢爸爸的关爱 我会好好疼爱他们的 这四个礼盒呢,我之前有发动态 让大家猜是什么 妈呀,我也是没想到呀 是支架油 这个礼盒呢,是Mr.Candy和 炼影制作人的全新联名款 打开之后真的是太精致了 首先呢,这四套都是不同色系的 而且里面的色搭内容呢 已经给你搭配好了 我以四川传媒学院艺术与动画系的尊严 负责任地告诉你 是真的很搭 我今天手上涂的这一套呢 就是用李泽妍的这套林渊月来搭配的 这个礼盒打开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老公李泽妍的例会 旁边呢,有一只小小的镜子 下面是四枚支甲油 底下呢,还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猫眼磁铁 这个呢,比较考手艺 一会儿再讲 四套盒子内呢,都是同样的这个风格 秋冬季的话,我个人比较偏好 李泽妍和白起的这两款 真的不是因为他们俩是我的理想型 真的不是 那支甲油呢,大家都会涂吧 既然盒子里呢,给了那个猫眼吸铁 那我就现场教学一下猫眼怎么做吧 首先这个甲油呢,是干得很快的类型 涂上之后一分钟之内就会干 最重要的是可以直接撕下来 这里呢,要先刷一层底油 晾油搭配 效果会更好,更持久 脱沫的时候呢,均匀速度 一步就要到位 涂上之后等待十秒左右 斜着吸一下甲面 但是别贴上去了啊 这样再反复一次猫眼就完成了 这个甲油呢,是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的 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甲油的饱和度 我觉得是真的很高 我觉得好看 突然发现我这个支架的形状很适合做眉甲 以后要经常给自己做才行 走 下一间 我呢,特别喜欢吃桃子 所以呢,我有收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美妆蛋 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什么,拓克吧 比较 然后它这三个加上送的很小一瓶的这个洗淡淡的 洗海绵淡的清理液 一共是三十块钱 好不好用 我现在也不晓得 但是呢,真的特别好看 有一个这样的架子 然后有一个斜切面的正常的美妆蛋 还有就是这个桃子形状的蛋蛋 一旦吸了水之后 它就会变这么大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嗚,すごい 肉蛋丁字库的这种感觉 这一支呢,是MK的正常吸饱水的 我平时用的蛋蛋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差距啊 好像小一点点 在手感上 这个更软 弹性呢,没有这个那么的好 就是它回弹的很快嘛 这个就稍微慢一点 丢丢 然后喝的 其实我觉得它这一套的话 加上这个东西 适合外出旅行的时候带 因为它们都不是很大 然后价钱呢,也不是很贵 下一件 这一趴呢,就是你的爸爸 总是想方设法的 让你变美系列 我呢,是收到了 俊平家的这支 金元胜负精华 开箱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做了笔记 所以现在就要跟大家讲一讲 俊平这支精华的故事 拧一下这个小帽子 我还以为是压棒的 然而按一下 它是个低管的 这个设计真的是特别干净 味道呢,是一个香水级的茉莉花香味 真的是相当的好闻 它这个流动性呢 可以看得出它的浓稠度不是很高 抹开之后呢 也没有特别的粘腻 配合这个花香味呢 有些许的清爽 你看我这个中肯的措辞 啊,快夸 那这瓶解决什么问题呢 干燥粗糙,毛孔粗大 泛红敏感 肤色暗沉 首先呢水润是肯定有的 补水和解决粗糙的问题 清测是当即见效 你可以完全把它看成一个基底液来使用 因为它里面有个成分叫二裂酵母 在南蔻小黑瓶里面呢 就有这个成分 它们现在呢是同属于一个浓度的 这个东西的作用呢 就是换活那个肌肤的自愈力功能 它是首先解决你皮肤本身吸收能力差的这个问题 而也是这瓶精华的主要功能 在这个前提奏效的情况下 才是它的抗氧化的这个功能 它可以解决熬夜或者是光老化带来的肤色暗沉这方面的问题 这一点呢也是我长期性使用精华的重点 不熬夜这件事情 我可以尽量 但是光老化这个事情 你真的得靠保养 就没办法 无可避免嘛 在这里呢有一个知识点一定要讲一下 就是精华的使用顺序 我觉得好多宝贝都会跟我以前一样会搞错 首先你洗了脸之后先用水 接着就是用精华 然后再用眼霜一类的东西 最后呢才是乳和霜 因为这支精华呢它有一个打通皮肤通道 促进护肤品的吸收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呢护肤品要和精华配合使用 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作用力更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就是简单护肤和加强防护的一个知识点 多笔记啊 好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瓶精华爸爸给我了 但是它现在只是预售 像这样的一瓶呢在双十一是259一瓶 你买一瓶呢它就送同量级的小样 买两瓶呢很少50块钱 嗯现在抬手都可以闻到这个花香味 当然各位男生如果你有以上这些问题 然后你又不是特别反感这种茉莉花香味的话 直接用 下一位 在很早之前呢我也在B动态上面申请呢 要做这个盲盒体验官 这个呢就是B站的盲盒 首先呢感谢B站爸爸 B站爸爸青春永驻 彭福齐天啊 当我在收到这个盒子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的是 嗨呀我又可以水一期视频了 里面呢一共有八件小样 SK2的洁面霜 Infusa的流金水 科研式的高保湿霜小样 南蔻的一支很小的粉底液 香奶奶的粉底液 欧伯来的锁水眼霜 欧伯来的粉底液 欧伯来的防晒霜 首先我打开这个盒子 最先看到的是SK2的这个洁面霜 主要是它真的太扎眼了 当然这个洁面霜呢也是我在8件里面 很想给大家推荐的 因为我曾经用过 我觉得好用 它的清洁力道的我觉得是非常OK的 我一般是在卸妆之后用这个 因为我觉得它的清洁力可以直接把我脸上残留的化妆品啊 直接给我清干净 不会有假滑的情况 洗了之后呢 你脸呢也不会拔干 这个对比较敏感的 都是适用的 因为它真的很温和 第二个呢是我试用的这些小样之后 直接为圈粉的就是这个欧伯来的粉底液 然后我今天这个妆容的底妆 就是用的欧伯来的这个粉底液 这个色号呢很适合我 然后它比较水润 它的遮盖力呢不是这种非常好的 但是它的持久力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我不觉得它时间久了之后会脱妆 我不知道它正装要多少钱 但这只小样呢是真的特别好用 这个也给大家推荐一下 第三件我也是没有用过 然后被圈粉的 也是这个欧伯来的 防晒妆 它是那种流制的 它的流动性很好 味道非常新鲜 用了之后呢觉得很顺滑 我真的很少有用到防晒霜不搓泥的 我之前用的那个呢是含酒精的 就是酒精味道特别浓 但是不搓泥我都忍了 然后这个是真的圈粉 我一定会去买它的正装 OK以上呢就是我各位爸爸送的礼物 非常感谢各位爸爸对我的关心 与支持 我一定会让自己美美的嫁出去的 嗯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或者是喜欢我本人的话 请一较剪辑一下关注哦 如果可以三连点赞弹幕评论 就好可以转发分享一下 那就更好了 包屁